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澳門的消息, 澳門這邊驗車的年期有機會縮短, 原本澳門8年就要驗車, 現在可能會縮短到6年。 我們看看新聞怎樣說, 運輸公務司司長羅勒文在立法會前面說, 就是回應會不會推行港澳和內地 互應驗車結果時表示, 現在在逐步談談, 他看到香港內地舊6年的車都要做定檢, 而澳門是8年, 如果澳門更改驗車年期, 大方向都會貼近6年而不是延長, 而立法會亦有口頭質詢, 有議員說,現在驗車服務, 承載力不足, 羅勒文說道, 政府要求各個部門制定明年預算, 不可以超過今年, 運輸公務範疇不會再招聘人員, 現在下面有3402個人, 交通事務局佔最多, 有610人, 就算調配人手都只會多10個20個, 形容工作的壓力, 只能盡量處理。 他們提到, 說2023年將會提交新道路加洞法, 驗車方面亦有轉變, 他提到受到618疫情影響去年, 有2.8萬部車未受檢, 618年年底有520部車受罰, 今年的驗車數17萬部, 預料2026年有18萬部超出驗車能力, 未來就要積極考慮人手和互認結果解決, 但澳門和內地香港驗車標準仍然有點不同。 這裡就說驗車可能會縮短到6年一驗, 如果6年一驗的話, 按照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現在已經是叫做去到2026年乘載力不足, 超出驗車能力, 去到6年一驗的話, 那個數量又會更加之多。 他最後講一句, 他說未來會積極考慮人手和互認結果解決, 是不是代表我駕駛車上大陸驗完澳門這邊都可以做到互認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澳門這邊的車行真是等吃西北風啦! 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你們覺得這一個6年要驗車, 大家有什麼睇法, 下面留言, 下集見,拜拜!